大家好,我是Yuki 讓大家久等了,我們到新加坡了 離開東京前,柚子去學校跟同學說再見 每個同學都寫了一張給柚子加油打氣的畫 丁城一本送給柚子 我還以為柚子她會哭,可是她說她很緊張 最後跟大家一起合照 離開東京的前一晚,我們住在品川王子飯店 帶著我們130公斤的行李 每次要離開一個地方,心中都有點小小的不捨 不過日本我們還是會回來的 最後一晚,再看看東京的夜景 到了新加坡的第一天,K先生用了他的信用卡點數 換了兩碗的萬好酒店 因為這幾個禮拜因為搬家還有一些手續 其實我們也蠻辛苦的 所以頭兩天我們想要入住比較好的飯店 好好的休息一下 還在運當中 所以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前五天入住的兩個飯店 這個飯店是位於在新加坡最熱鬧的一條街上 烏捷路上 飯店裡面也有游泳池 現在帶大家走一下這個飯店的周邊 這個飯店很方便,一出門口就是烏捷路車站 就是新加坡的捷運 而且飯店一出來一整條就是烏捷路 也就是新加坡最有名的一條時尚購物的一條街 飯店旁邊也有一個很大的購物中心 這條街上有很多各大名牌時尚精品的專賣店 有好幾個百貨公司還有購物中心 這棟建築也是有名的購物中心之一 捷運下面有連接到這個購物中心 所以下雨的時候也不用怕 購物中心裡面有美食街還有很多餐廳 所以吃飯很方便 這位客人給我$40 烏捷路上除了時尚的精品之外 也有很多平價的購物中心 有在賣一些平價的衣服還有一些紀念品 這是我們第一次走在烏捷路上 我還以為烏捷路上就只有賣一些名牌精品而已 原來也有一些平價的購物中心 這個叫做Lucky Plaza的購物中心 這是一個平價的商城 有在賣一些平價的衣服還有紀念品 這個紀念品是一個兩塊錢七個十塊 也有一些平價品牌的衣服 也有一些平價品牌的衣服 商城裡面也有賣一些電子商品 接著帶大家看看這個房間 不好意思因為入住的第一天比較累 所以沒有拍到 這是已經住了一個晚上了 所以會比較亂一點 亂七八糟了 第一天的時候沒有拍到 因為這兩晚我們是用點數去換的 所以是免費 但是上網查了一下 這個房型一個晚上大概是一萬六到兩萬台幣之間 因為它是位於在新加坡的烏捷路上 而且地點位置很方便 所以它的房價自然會比較高一點 接著帶大家去看看這飯店的早餐 飯店的早餐在大廳的一樓餐廳裡 我覺得這裡的早餐很豐盛 而且樣式很多 這裡是生火腿還有一些肉類的專區 它的生火腿好好吃喔 這裡是義式沙拉還有一些菸菜 這裡是中式餐區 有一些點心跟包子 這裡有燒賣跟一些餃子 味道都做得很好吃 這個是叉燒酥 K先生說這個很好吃 還有白粥跟油條 還有炒麵跟炒飯 這區是我最愛的拉薩麵 連續兩天我都有來上一碗超好吃的 配料可以自己選擇 麵也可以自己選擇 選好之後師傅就會幫你現組現做 也有各式的蛋類的專區 這一區是印度的薄餅還有一些印度的熟食 這個好像是印度的咖哩角 後面也有印度的炒飯跟咖哩 這裡是煎餅還有麵包的專區 它的麵包的種類非常的多 柚子兩天都吃了各種不同種類的麵包 它覺得好好吃 麵包的大麵包 這間飯店的早餐很豐盛 而且餐廳的氣氛也不錯 麵包的小麵包 很烫 很烫 可是很好吃耶 上次来新加坡的时候也有吃到拉萨面 他一吃就爱上了这个拉萨面 他觉得很好吃 这个椰浆浓郁的汤头超好吃的 这两天的早上我都把这个汤喝光光 太好吃了 这什么 这个是什么蛋 水波蛋 柚子这两天的食欲还不错 吃了很多的面包还有点心 最近她在练习使用刀叉 柚子不太会用刀叉 还是太硬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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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又是 哈哈哈哈 可以 可以 哇,这水波蛋看起来很好吃 哈哈哈哈 住了两晚之后 我们用Grab叫了一台比较大的车子 我们要前往第二间饭店 第二间饭店里我们新叫比较近 可以方便才买一些东西放过去 通常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国家 第一个礼拜我们都是住饭店 而基本上饭店的费用也都是公司负担的 可是因为第一间的万豪酒店的费用真的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是用信用卡点书去换的 这第二间的饭店也是很方便 在一个购物商场的旁边 这间饭店是属于四星级的酒店 一个晚上的费用大概是3000-4000台币左右 古色古香 房间的大小就很像一般的商务酒店 这下面是一个小公园 旁边都是私人公寓比较多 饭店的设施有健身房也有游泳池 我觉得这里的游泳池跟第一间的万豪酒店的大小差不多 它这个饭店的一楼大厅就可以直接接到旁边的小商场 我觉得很方便 很方便 很方便 有点好吃 它这个饭店一出来就是购物中心 就在购物中心的旁边 很方便 它这个也很便利 它这个小小的商场里面有很多的餐厅 麦当劳有Subway 还有一个小小的美食中心 带大家逛一逛走一走这个小商场 带大家逛一逛走一走这个小商场 这个也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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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好 它对面是个庙 这里面餐厅还蛮多的 所以吃饭很棒 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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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卖包子也有水果 它对面有个妙 而且一出门口就是个公车站 虽然没有监狱站 但是这个公车站可以坐到好多地方 它上面有一个超市就是没有你的那个 费价值 这里的二楼是一个很大的民生超市 这间面包店跟这间咖啡厅 在新加坡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得到 这里也有一间便利商店 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方便 这个时候已经下午两三点了 我们还没有吃午餐 所以就选了一间鸭肉饭店 新加坡的小贩一定都会有辣椒 这一点跟台湾其实也很像 我们选了一个鸭肉饭套餐 跟一个卤味果汁套餐 它这个味道就是跟台湾的港式烧辣饭是一样的 肉很嫩很好吃 而且淋上的酱汁很香很下饭 综合的卤味 综合的卤味里面有肠子有豆干 还有卤三层肉 这个味道比较偏咸一点 乳味 很符合台湾人的口味 有很多肉 吃肉 还有肉也有 三层肉 就是一些卤味 我看起来好好吃 我们这个是龟条 它这个龟条的汤头有点淡淡的中药味 還有加了一些芹菜 湯頭喝起來很清爽,K先生很喜歡 新加坡有很多的料理都很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柚子跟K先生也都能夠接受 等我們的新家一切都準備就緒,安頓好之後 接著就要帶著大家去新加坡各地的小販中心 去吃片各式各樣的美食 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餐廳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要結束了 還是很感謝你的收看 媽咪,天井很散動 又是感覺很專業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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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